大部分的雨傘接受到驚扰 就是会将惊慌失措地逃跑 上点手 丢丢丢 白梅花蛇 竟然可以抓住这么大的硬度停息 为什么它不咬你 头巾猫咪就蛮凶的 你好厉害哦 梦犯物种 梦犯物种 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一个 蛇类高手 志明 大家好 志明超厉害 你之前来台湾全纪录也是都有带大家找蛇 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到他特别推荐 最推荐这里是 北恒 这边算是蛇种 数量比较多了 它还有三十几种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三十几种 随便我们等一下看会遇到什么 今天是我妈 万能宋老师担任摄影师哦 谢谢热爱大自然的宋老师 常常陪我上山下海 你说你常常会找到省眼 然后车上睡 隔天再去找 对对对 好疯狂哦 超级期待的 走吧 开车开到一半 志明突然说 等一下有蛇了 然后直接说是白梅花 志明超厉害 我大概开时速50 他竟然可以一眼认出这黑夜路边的 小小白梅花蛇 白梅花蛇温和无毒 但是常常被误认成御散结 然后就很可怜的被打死了 分辨的方式 是白梅花蛇的白色部分较多 黑色的花纹比较散 而御散结黑色的部分比较多 环状条纹黑白分明 在北横 时常可以看到蛇跑到马路上取暖 但是却不容易爬回去边坡 一不小心就被蛇子压过路杀了 所以我们看到都会把它们移回去 一般人不要随意接触蛇哦 无毒蛇紧张也是会咬人的 而且如果无法正确分辨 被毒蛇咬到 那就真的糟糕了 小小的蛇性 那白梅花蛇吃什么呢 吃死笼子 死笼子吗 蛇蛇是死笼子 志明拍到了很厉害的画面哦 这只白梅花蛇 竟然可以抓住这么大的硬度停息 用缠雷的方式固定 让猎物窒息 或是直接开始吞 看起来根本吞不下去啊 猎物比蛇的头还大这么多 但是蛇的头就是这么神奇 它们吞食猎物时 下巴可以任意脱臼 把嘴巴张到不可思议的大 接着 借着牙齿和消化刀的收缩推进 把猎物送进肚子里 哦 梅花蛇变成了蜥蜴的形状 志明说这顿饭它拍了一个多小时 吃完这餐 够这只蛇到明年都不用吃东西了 这边病人会在测压石 因为蛇车子的车速都蛮快的 你看它现在这样不见了 大家找一下它在哪里 保护色 保护色超好的 结果雨越下越大 雨太大蛇就不会出来了 希望赶快停 这段是最多蛇的热点 边坡有围栏 路边也都有提醒驾驶 注意蛇的标示 自明大线螃蟹了 这只有抱懒吗 妈妈 抱懒的妈妈 等一下哦 哇 做出威嚇的动作 哇塞 感觉已经这软胎出来了 要放出来的一个状态 进去了 进去了 它的洞 好可爱哦 它是走超可爱的 好漂亮哦 我在用水弄两个眼睛出来 小吃的鱼神捷 啊 鱼神捷是神经毒 鱼神捷是台湾毒性最强的蛇 对啊 其实毒蛇如果没有受到惊扰 根本不会想要攻击 浪费它们珍贵的毒液 想要观察也没有问题 只要记得保持距离 还是保持一只神的距离 因为它们这个时候出来 主要还是找食物吃 它完全没有在理我们 对啊 呵呵呵 虽然雨伞结的毒性很强 但是它也是台湾的毒蛇里面 最胆小的 遇到惊扰 常会紧张地逃跑 这是蛇钩 我们常会用它观察蛇类 大部分的雨伞结受到惊扰 就是会将惊慌失措地逃跑 所以看到毒蛇 绝对不要想要去打它 因为你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危险 而且人家又没有要伤害你 到底干嘛要去伤害人家呢 雨渐渐停了 我们在边坡的水管里 发现一只红斑蛇 应该是吃饱准备睡觉了 边坡的水管是很多小动物喜欢休息的地方 甚至会在里面缠卵呢 这是一只龟壳花妈妈 细心地照顾保护自己的卵 致命是保持距离用长镜头拍的哦 绝对不要靠太近 妈妈会跟你拼了 被龟壳花咬到不是开玩笑的 接着我们又在一根水管里 发现了一只臭青母 但是臭青母不该出现在北恒中段 我们要来进行移除 哎呀 它躲起来了 为了怕它往水管深处钻就抓不到了 致命要用蛇钩快速把它拉出来 超大的 超大的 这是一只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膏状臭青母呢 突然觉得边坡的水管是哆啦A梦的口袋 臭青母很凶耶 我们要看大师表演 哇 就这样 为什么它不咬你 臭青母遇到惊扰的时候是蛮凶悍的哦 会放出很臭的臭意 这是它叫臭青母的原因 紧张时也会咬人 但是致命真的很懂蛇 为什么它不咬你 臭青母的名字就蛮凶的 你好厉害哦 它轻柔熟练的 不让蛇感到紧迫 你觉得臭青母还好是不是 对啊 臭青母还好 它这样惊吓成这样 然后你上手还是OK的 也小心地避免把手放在蛇的前方 所以很多蛇遇到它 都变得温和不攻击 这只臭青母甚至连臭意都没有放呢 你轻轻地让它爬就不会了 不要在它舌头面前那边晃 它还是 它现在还很紧张 它现在还很紧张 鸟你高出来怎么会不紧张 对 我是说鸟你高出来 然后它还是可以上手也没有胸真的是 哇 它在嘶嘶 它现在在紧张对啊 它有嘶嘶声 不会没有发出臭味 没有 动作不要太大 好美哦 臭青母也教臭青公 有人叫它王锦蛇 因为头上有一个王字图案 哇 漂亮 漂亮哦 眼神好帅哦 它现在真的完全定住了耶 它感觉到我们对它没有威胁 本来北恒中段没有臭青母 但是有人把它带来放生 它就在这里建立族群了 这会威胁到这里原生的蛇 影响生态 所以我们要把它移除 带它去它该去的地方 雨终于停了 北恒的夜晚真美 好爱这凉爽干净的空气 走了一会儿 我们发现了一只赤尾青竹丝 隐藏得真好 这个青竹丝也属于淡定淡定的 对啊 青竹丝的猎食方式是坐等星 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动 等猎物靠近时突袭 接下来的所有动作 都只有高手可以做哦 因为它们很了解蛇 才不会惊吓到蛇 它也常常在蛇沟上就盘起来 对不对 它也是树枝 有时候在蛇沟上它可能 直接就休息了 对啊对啊 哇 原来是对 整个定住了 标准的腹蛇科的这个头 就是三角形 以前误传说三角形的头是有毒 其实是指腹蛇科的特征 对啊 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毒蛇 像是青竹丝 龟壳花 百步蛇 都属于腹蛇科的蛇 所以头都是三角形的 但是像雨伞结 眼镜蛇 它们属于蝙蝠蛇科 它们是毒蛇 但是头是椭圆形的哦 对啊 虾尾大雅 虾尾大雅的红尾 红色的尾巴 赤尾就是这个 然后这就是 已经是公的成体了 提侧旁边 白色在下面有红 有红的 赤尾清竹丝男生 提侧的白线下面 还有一条红线 近看着青绿色上的 白红图腾 真美 而女生只有白线 而且体型比较大一些 因为很多人会把青蛇 跟它搞错 那光是侧面看到这个白线 青蛇温和无毒 跟青竹丝的差别是 底侧没有白线 尾巴是绿色的 头是椭圆形 眼睛的红膜是咖啡色 青竹丝的红膜是红色的哦 很有气势 尤其在亮处 瞳孔变息会更明显 在暗处瞳孔放大 看起来就有点猛 哎呀好美哦 触漆的 所以核心都很好 这个姿态好好看哦 当然这块 哇真的是都好冷静哦 知名的蛇钩非常短 这是高手中的高手才能用的哦 因为蛇会离你很近 哇上你的手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就摇它这样哦 对啊 摇一摇 它就往下跑 它真的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 它不紧张 它就觉得这棵树为什么一直动 可以树枝 然后再靠近你就再摇 真的不行就放掉哦 对啊 上你的手 丢丢丢 哇 哇你真的很赶 你 可是跟一个高手来 你是估算它 其实它前面那边没办法弹射对不对 对 然后刺维新主持人大部分不会这样就去弹射 对对对 如果是灰壳花就真的丢丢 对灰壳花会 不小心踩到 太 主要不要太靠近了 没有看到很多人是因为 譬如说走在森林里面 我偷笑啦 他问你站哪里 对啊 这真的保护色很好 因为他们吃青蛙 所以到比较有青蛙的地方 真的就要个 就是眼睛要多看 近来走有开发的这种步道 嘿嘿 蛇蜥 难得第一次听到志明有点兴奋的声音 台湾原生的蛇蜥 对啊 台湾只有一种 一种蛇蜥 它特色蛇蜥 志明月蛇无数 难得看它这么开心 拿出相机一直拍 遇到蛇蜥 真的很幸运呢 蛇蜥特色 顾名思义就是又像蛇又像蜥蜴 这还活着吧 有它有东西 没穿过 对 其实真的看得出来 这个头像蜥蜴的头 有点 它很像石笼子没有脚 它半断就是鱼头 就是屁股那样 钢门到这边 对对对 那蛇的钢门在这边 对对对 末端那边 脚就是退化 这跟蛇像驱同眼花 哇 实际真的跟蛇走路不太一样 比起蛇比较不灵活 好酷喔 还是有比较 蛮硬的 它身体蛮硬的 对 看得出来硬邦邦 梦幻物种 梦幻物种 被自明说梦幻的 而且它今天一直表演 走路给我们看也太好了 真的跟蛇不一样 路上的龟壳花 但是还是要小心 因为蛇死一段时间 嘴巴都还是有可能咬的 对啊 软软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都要 它在动 啊 它在动 蛇找到12点多 满足的要回家了 却遇到一只被露杀的 龟壳花小朋友 反而今天一直想说要 会不会找到 就竟然找到一只被露杀的啊 因为它像 像这种状况 还是有可能会想要咬的 因为你看 它还在动啊 这个时间它比较不会控制 所以 很容易 就用力就咬下去了 北橫的蛇蛇之旅 是这样的结尾 心情有点复杂 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开车到生态好的地方 要更小心哦 车速放慢 看到路上有动物 才来得及反应 我们把它移到路边草丛 避免其他动物来吃它 有被车压过 不痛了 不痛了 希望这集的拍摄和介绍 可以让大家多了解一点蛇类 看到它们的美 知道怎么跟它们和平相处 保护自己 也保护它们 它们也会保护我们哦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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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